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包括在座的一些教育企业是比较感兴趣的 你是对互联网企业的兴趣很大 对 互联网企业还有一些教育企业 因为我之前在教育这方面有过一些相关的研究和创业的一个经历 那你对互联网企业的关注多吗 还算可以 还算可以 来看 当当网了解吗 还算比较了解 列举当当网的三大问题 那我就直接说问题 当然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当当网的话 首先他之前是做图书和音像起家的 但是在后来的话 我发现在当当网上 他所列举的一些产品和商品 更多的趋向于一个类目的繁杂化和多样化 而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 对于当当网这样一个企业来的发展来讲的话 并不是非常有利的 二 二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觉得当当网就是他在做图书这方面的客户体验 可以借鉴传统的一些 就是图书行业的一些体验的这么一个优势 比如 比如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互联网 就是在您的当当网上去买图书的时候 我对于书的一个实际的内容 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浏览和一个把握 亲爱的薛宇 亲爱的薛宇 我看你这个求知意象是互联网和电商 那你就说个最时髦的名词 O2O O2O 你刚才说的很好 尤其第二条 就我们纯电子商务 纯网络公司 就缺乏线下的体验了 O2O就说 offline to online 就是从线上线下打通这种体验 说的很好 来 巨美优品了解吗 毛病 巨美优品的缺点在于 之前因为巨美优品 它是做一个团购的网站起家 现在发展到一个朝向电子商务 这么一个平台发展的一个过程中 我觉得 首先在巨美优品登陆您的网页的主页的时候 我看到的大量的信息 仍然是和团购相关的一些海量的信息 这些信息没有经过一个非常有效的整理和组织 另外一方面的话 应该把您的电子商务的这种 就是巨美商城的这一页 放成这一个巨美优品的主页 我觉得这样的话 对于一个电子商务未来的发展 才是一个非常好 而且非常有意义的土豆 这是他的建议 他在这你不用点评 不用点评 说挺棒的 不用点评 接下来说一下优点 不用说优点 好吧 那个网站没有什么优点 好吧 好了买 好了买 最近好了买也一直在推出 手机的客户端的应用 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机客户端的应用 在我用起来感觉不是特别的流畅 可能是因为其中的一些网页的代码设计 还有包括就是说 其中的一些在手机应用的客户体验上面 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我觉得 好的 来五八同城毛病 五八同城 五八同城 那毛病多了 是吧 来一个一个说 一 一 五八同城 第一个我觉得首先 手艺也太混乱 二 对 手艺也太混乱 二 之前我在网络上听说过 五八同城可以在上面发布一些虚假的信息 交易信息 你就编了一个假的方式 对 我自己尝试着去用这样一个虚假的手机号码 和一个虚假的账户信息去在上面发布一条信息的时候 他竟然成功了 他竟然成功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而且对于五八同城来讲 这什么叫非常重要呀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就顺着问吧 不是顺着问 这个问题很重要 你稍 你等会儿 你等 我们这说你毛病还没说完呢 你怎么那么不虚心呀 我跟你说姚进波 大气 这点向李国庆老师学习 你呢 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商人是什么样啊 成功的商人是被踩到尾巴之后 不管疼不疼都假装不疼 而你现在呢 人家刚踩到你尾巴烧 你就开始蹦 我怕忘了 有个问题我要问他 要考他的能力的 好 这个 你觉得五八会没发现这些问题吗 为什么我没有改了 这么多年了 看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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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和我周围的一些 关注五八同城的同学有交流过 就是说首先我觉得 首先从您的网页上来讲的话 这个网页它做的是 版式 不管从版式来讲 不说版式 我就说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可以发布一个虚假信息上去 对 为什么我们没有改呢 你觉得 我觉得没有改的话 首先就是可能在真正能够找到这样一种遏制 能够遏制发布虚假信息的这么样一种渠道 还没有特别的成熟 但是我觉得五八同城如果能在这个方面 比其他的同等类型的网站做的更超前 更领先的话 我觉得五八同城未来可能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姚进波我批评你一下 你这个问问题问的就 我拦得见一个人说看问题看到还是比较准的 是是是 因为伤了很多人嘛 很多人只看到见面对吧 那个 看来还是比较深入的 那是因为人家清华的 但是注意啊 金波 你这种追问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说 被人问到点毛病之后激眼 我来替 我来替薛宇说句话 大三 大哥 你多的岁数了 人的多的岁数 这个金波能这么追问 真如他自己所说 这个小伙子都不一般耶 他对商人的理解可不是不一般耶 因为他我认为 我也替薛宇说句话 我认为他到了85分 我看到有没有到95分 你觉得他现在能到85是吗 国庆你也觉得他的状态不错是吗 这个清华的实地非常棒 非常棒 给说说 但是他他好在哪里呢 就他的就我想找那种商业逻辑非常强 你这种逻辑是动物啊 还是就读书本知识啊 还是你有很多社会实践呀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第三种社会实践 因为我在参加清华大学创业计划大赛的这个过程中 从整个团队的组建到后来包括和一些投资人联系 还有包括后来整个我们想要去成立这样一个公司 整个这么样的一个过程中和周围的一些同学和一些老师 还有包括接触到学校里 你实际创过业吗 没有 创业大赛 就是计划法 大赛 好各位来 我必须要给我师弟这个讲几句了 因为他们你们一直在追着他 一二三 实际上他的反应非常敏捷 而且他的商业感觉非常好 因为我也是汽车系毕业的 我是这个 真的吗 对 我就是清华汽车系毕业的 见过这么夸人的吗 他思路非常好 什么都很好 我也是这个 下面我说一件事 现在我给你一个思维 而且给你一个创业的机会 我要把我这个线下的法律服务搬到线上去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首先的话就是说在专业度方面 一定要有非常知名的这些专业度 就是专业度非常高的这么样的支持 知名律师要参与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我要有大量的客户案例 第三的话我觉得可以做的就是说 把这一个量扩大 把市场推广做大 未来线上是一定要付费的 我觉得他的感觉非常好 因为他是完全一个陌生的领域 他可以说他可能在进入这个舞台之前 根本没有想过这个律师行业 这样我问 各位老板都评价这位学生的商业感觉非常好 其实培养商业感觉 你要么在行业当中摸爬滚打之后会有 要么其实你做一个有商业视角的 消费者也同样可以获得你的商业感觉 所以我非常力挺我这位小师弟 大三的学生现在要一个实习港 去或者留选择 留别动 十位都在 来 天生我有才 你们在座企业你排序是怎么样的 因为感觉你看过 不要怕伤人 在排序之前我必须再强调一下 你排最后一位好吧 来 排序 首先的话我想去的是在座因为有教育的企业 我是唯一的这个教育企业代表 排序 我觉得第一想去的应该是教育企业 因为就是黄总您所在的这样一个陪生教育集团 是一个国际化的这么样一个非常大的舞台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能够找到自己更大的一个发展平台和空间 第二位我想去的应该是艾乐活 艾乐活 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的网站做的很吸引我 他是唯一一个我觉得在我看过的所有网站里面我挑不出太多毛病的 第三 第三是巨美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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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五八同城排第十 排第 排第 倒数第 三四 倒数第三 嗯好太好了 谁排倒数第一呢 说实话 咱俩是老乡 我会保护你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之前对于法律这一块的东西不是特别了解 而且不是特别感兴趣 你懂的 姜柔 好 行了 把话筒放下 沉浸在痛苦里吧 好了 你知道学法律的人会有很多人恨死你了 你知道吗 迎科律所多大的律所 有多少学法律的人都要去呢 你就这么伤害他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去伤害了你又怎么样 来 其实我非常欣赏这个薛宇啊 他的才华还是值得认可的 那其实呢 像我们也在关注这个很多这种电商 你觉得像这种 就是说新能源将来走电商之路 是应该怎么样一种模式 新能源我觉得目前不适合做电商 why 因为就是通过之前我在学校里面 就是在我们系也有过关于新能源方向的一个 就是针对我们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市场的调研 就是通过这个调研来讲的话 目前新能源的发展技术首先他在技术方面 面临一个非常大的瓶颈和壁垒 在通过这个瓶颈和壁垒之后 我觉得他才有拥有这么样一个进入电商的一个资格 和这么样的一个条件 薛宇你介意我说你一个缺点吗 可以 我关掉下来 不介意 不好意思 介意我就不说了 薛宇我觉得你各方面啊 思维逻辑啊 包括这个基础数字非常好 这个如果你选58的话 我们百分之百分开心的 对 这个但是有个缺点 我就提出来的你有好处 这个对你 你毕竟91年的是吧 今年22岁 这个大山 对你一些不了解的行业 不了解的这个专业 你完全可以说不知道 不确定 或者可能 不要把话说得那么满 比如说刚才那个太阳能 适不适合这个电子商务 其实你回答你不知道 或者说可能不适合 会比你说 肯定不合适做电子商务 会好得多 对很多问题 你的判断也是这样 往往是你看到了一个现象 你就把它当一个结论 往往是可能要往深了去追一层了 追两层甚至 就是刚刚姚晋波说的这个我非常认同 在所有老板提问的过程中 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不是急着表现你所思考到的 而是你要想想我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我要展示我的什么才能 还有第二个 你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站在什么角色 你回答问题是站在建设性的角度 是在做贡献还是站在找茬的角度 在做破坏 好来 黄姓 我觉得薛宇非常吸引我的事 真的是闭门造车 出门合折 就靠阅读大量的书和文献杂志 我大学就这样 我就这样 我也没有什么实践经验 但是我想说我对你的观察 我觉得你的致命缺点 不见得对 你可以不接受 你把自己保持一个很高的带分配状态 是的 你太纠结 你要的太多 你没有决心在某个事情上扎一猛子 这点也像我大学时候 我大学就是很迷茫 国庆这个不对 他实际上是一猛子要扎到教育里面去 没有 他过来就是凑着我们来的 你马地了 他想一猛子扎一个跨国公司 要一个光圈光环 我说我大学就是很像他这个样子 一个著名的学者说 国庆你跟着我做学问 保你三十岁成名成家 我就使劲做学问 然后又有人说 你跟着我 保你升官 一毕业就找个副县长让你当 真的 什么都想干 又想做创业 我觉得这个是你今后 你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注意 我再给我的小学弟 小老乡说句话 我们才大三 我们才大三 我们还年轻 我们 你们这些老板一个个听不得批评意见 我们批评你们一下 你看一个个炸刺炸的 我们是善意的提醒 我们都年轻惯来的 听我的 年轻时候就要有冲劲 就要批评别人 年轻时候 就要脚踏实力的干 不 错了 饮风咖啡之意 我们不去 我的观点就是 大学生就要眼高手低 对 你本来手永远是低的 你眼才不高 百无以用 对 眼高手低指的是 要低下身段来干活 才叫眼高手低 我们低下身段来的时候 我们眼光也就低下十位 去或者留 选择 加油离开 陈华离开 眼光离开 像如你还不走 我就不走 好 有人就不走 听一听 七家提供的职位 好了买 树斌 你好 我给的就是管理培训生的岗位 就是各个部门轮岗 好 管理培训生 来 黄威 我给的也是 在这个原考试部 那么去主要推广 这个培生学术原考试 那么作为管理实习生的 这样的岗位 好的 我亲自来带 58中程 那全程的护生很高啊 希望你加入58中程 这个58中程是一个神奇的网站 什么岗位 什么岗位 这个高 管培生 管培生 好 来 当当网 我们数字业务事业部 也是管培生 那么有四个岗位可以赚 数字 但是就是数字阅读 数字业务 明白了 来 具名优品 我们的产品 产品部 从副总裁到总监 全是你清华的校园 整个一个清华系 所以你来了以后 从你现在开始 你在学校里 像在学校 在聚美也像在学校 还有比这更好的工作吗 那我们还工作个什么劲 我们在学校像学校 我们到了工作单位 还像学校 那换着说法 你在学校像在工作单位 在工作单位 还像在工作单位 多好啊 产品部的持续感 对吧 来 银科律所 向柔 薛宇 你属然把我排在造作第一 但是我还要负责任的给你一次机委 我们银科的这个这法律电商 我愿意给你提供一个客户体验 培训生 其实我没什么职位 就是跟着我学吧 我觉得在我身上 你可能能学到一些 就清华过来人 怎么仰望天空 脚踏实地 然后遇到什么挫折 培论活有是一个 在这里面 现在是创业期的高成长期 好像就你们清华 是仰望天空 脚踏实地 不是 李老师也是北大中间 是这样的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蔡虎 蔡先生 您今年七十几啊 我觉得 你说话都是一副老头的样子 我就不提供职位了 来 跟我 不是因为他是实习吗 我现在没有办法判断 他哪个岗位最合适 可能过了两三个星期 我再把你放到最合适的部门去 好的 提供不了职位 你懂呢 一个学长 做企业做到了 连个职位都提供不出来 你觉得这样的企业 是不是特别有发展前途 是吧 来 我觉得对他负责吧 好的 谢谢您 邵刚 邵刚 这边这边 那个清华的师弟啊 你可以选择 谢谢你再见 百合网欢迎你 到百合网做我的助理 好吧 十几岗位 谢谢 我今天替徐瑞做第二主持人 谢谢 但是这么好的人才 我不都不跳出来 我要变身为老板 孟严先生 你知道沉默是今 我比另外两个清华的 就更懂你 真的 我觉得沐延 一个被踢出老板席的人 就不要再说什么 小伙子想一想 连老板都不让他当了 变污了我们 不要用什么 你懂的 不要用什么 我只是说跟在我身边 但不给他说什么 什么总裁助理 这种都是虚火 所以我再补充一句 这个你 互联网跟教育 你都可以选 好的 但是我是做过两家公司 教育公司跟互联网公司的 学大教育 一个上市工作是我做的 明白 所以说你你过来的话 在教育行业 我们肯定也会发展 好好好 特别好 你们说的都特别好 大家看到了吗 一旦当这个平台上 出现了一位优秀的求职者 无论他要的是一个职位 还是哪怕仅仅要一个实习的岗位 老板们都会挖空心思的抢人 薛宇 走上前去 不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说任何一句话 灭灯走人 从你最想灭的 排名倒数第一的开始 那为什么 你们俗宾在那做的老实巴交的啊 毕丽 杨总 再见 姚晋波 再见 郭靖 再见 刘慧甫 再见 刘慧甫 谢谢 再见 姚荣 最后留下来的两家是陪生集团和爱乐活 谈前不上感情 还是要感谢这个薛宇 我从你身上看出了这种教育的情节 这教育是非常大的产业 那么我们每个月呢 就是一公司在三千块钱 但非常重要对你来讲 就是我们带你在一个产业的高度 那又在实践的角度 非常好 去看待这个工作 实习岗 实习岗 来 蔡总 你的敏捷的才思 你的逻辑 对未来的这种大数据的歌曲化推荐 一定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我们提供我们本科生的这个实习岗是三千二百块钱 你如果 标准是这样的 我们是统一的 所以它可以按日记 因为你如果不能每天来回 也可以按日记 是这样的 思考一下薛宇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陪生集团 还是爱乐活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 再见 我选择爱乐活 谢谢太多 谢谢太多